邀請下一位講者黃柏凱 來跟我們聊聊 其實演算法真的沒有偏見嗎 那歡迎柏凱 嗨 大家好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 沒有偏見的演算法問號 那這個QR Code就是這個投影片的 這個投影片的連結 然後大家可以掃一下 然後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黃柏凱 然後你們可以叫我柏凱就好 然後中間是我的Gitar帳號 然後我現在是交通大學碩林的學生 然後主要研究的領域是強化學習的部分 然後我們一開始講到演算法 就是對我們這些會寫程式的人來說 肯定是下面這本演算法正經 可能是相當的熟悉 但對大眾來說 他們可能熟悉的是什麼 IG或是Facebook這樣子 對他們推薦的喜好演算法 那這是比較像我今天想要講這種 散步在我們生活中的一些熟悉的演算法 像其實 你們知道Netflix他的喜好推薦 就是用Bendy on problem這個 就是吃餃子老虎的這些 來幫我做喜好排序 然後我們有很多像Facebook 他的一些喜好 他是會根據你一些按讚 或是喜歡 或者是你一些好友 說喜歡的東西 他會依照這些去做多維度 他可能是個幾十或是幾百維度的Import 他去做出你可能會喜歡哪些東西 然後我們有很多厲害的演算法 他們甚至可以說他們可以預測說你一些行為 然後像North Point這家公司 他用改名他們現在改名叫Equipment 然後他們就已經 他們就開發出一套演算法叫做Campus 然後他用一些 美國一些加州或是紐約的一些 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刑事判案的問題 他們會依照 他們會說他們會依照一些 他們可能過往的一些犯罪紀錄 然後去做一些給法官判案的依據 但是演算法這種東西 畢竟是黑箱的 就是一個黑盒子 然後像有些新聞媒體 像Popalica這些 這個獨立的新聞自媒體 他們就提出質疑說 這個演算法到底是不是公正公開 他們可能會不會對性別 或是種族可能會有歧視 然後在經過他們在社群上 提出這樣子疑問之後 他們North Point他們都有提出這個聲明 然後大家可以點連結去看 他們主要是說 他們的一些聲明 他們只是說 他們只會針對 他的前科紀錄 或是他初次犯罪的年齡 還有他當今的年齡 還有他的教育程度 他們只是依照這些客觀的 去做依據去做判斷 並不會用什麼性別 或是種族這種 可能比較有歧視意味的因素去看 然後可是 從他模型預判的再犯率 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他對白人會預判再犯的機率有35% 可是黑人卻有60% 從這個角度上看來 你就會不會出事了 為什麼黑人就比較多 但我們先冷靜看一下 我們可以發現 在那裡黑人的再犯率 確實是比較高一點的 黑人的再犯率大概超過50% 可是白人的再犯率卻只有40% 所以這樣子這個模型到底算不算準 然後對 然後我們可以從 最基礎最基礎 我們就從簡單的conversion matrix 就是我們從看他的FP跟FM rate來看 然後我們先簡單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黑人被告的 他的FP rate大概是44.85% 然後FM rate是27.99%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白人的 就是像他是相反過來 我們知道如果是FP的話 就是代表這個模型判斷他會再犯 可是實際上他並沒有再犯 那如果FM的話就是 模型判斷他不會再犯 可是實際上卻犯了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其實對黑人來說真的是蠻差的 因為他看起來會讓黑人判刑過長 然後白人就會逍遙法外再犯 從這個角度看起來 真的是沒有說很棒的演算法 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North Point他們自己指出他們的PVP rate 跟PVP rate 其實對這樣算起來其實並沒有差很多 就他們都是大概是 大概六七十八那邊 可是這樣子你就會覺得很友好 就是到底怎樣才會算是公平公正的 你可能會去調一些 就像我們在做一些機器學習 我們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調參數 但調參數這件事情 你也知道他調來調去 你可能把一個地方彌補起來 可是他另外一個地方 就像是喬喬板一樣 他另外一個地方跳起來了 所以這件事情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其實很難的一件事情 根據John Kleinberg他的Paper上的證明 他的兩個驅停不能可能 在沒有校正評估的情況下 又有相同的FM跟FP rate 除非黑人與白人的犯罪率相同 我們才能開發出一個完美公平的演算法 對 這是我們第一個值得去看的地方 為什麼黑人跟白人的犯罪率相差10%這麼多 然後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 有些演算法 或有些偏見 像Facebook聲音就傳出 他這些廣告投放 他會用了種族這個 種族這個當依據 然後對 這個聲音被爆出來 應該吵得蠻大的 但幸虧幸虧就是 我們有些開源社群 他有一些媒體會幫我們監督這件事情 然後 這件事情當然是 也可以需要大家的努力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去觀察 就是你不用說你很會 你很懂他的code 就是 你只要簡單要從他的Input去一些 你可能他會 他一些喜好你就去觀察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其實 發現他其實是不難的 大家可以做一些努力 可是 我覺得 最重要的這點 還是要回歸 為什麼 黑人跟白人的犯罪率會差這麼多 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值得去 探討研究的 因為 只有讓 只有兩個群體的犯罪率相同 我們才不可能 才可能 讓我們的model去做一個 良好的判斷 才不可能做出一些 讓大家有質疑的事情 因為 我們都知道做這件事情其實是 真的是非常難的 對我們的model 對 然後 然後 我今天的一些 分享大概到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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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說 剛剛 剛剛提到的 美國的Compass的那個 研究 再犯率的演算法 就是你最後的結論是說 應該是先看說 黑人族群跟白人族群的犯罪率是相同 然後才去 才去進一步看 才去進一步衡量說 到底要怎麼平衡 讓那個演算法 更公平公正 但是 我有看過一篇論文是說 嗯 就是他其實有做出另外一個結果 他只用了兩個變相 兩個變相 就得出了 比Compass 他使用了非常多的變相 還要精準的預測率 那所以 會有點好奇說 就是 那我們想要用演算法來做一種 近視預測再犯率的行為的時候 就是在你看過的這些資料裡面 有沒有想 就是有沒有想到有一些 可能的方向是 在我們還不去討論 討論就是社會可能的 不管是經濟條件 然後或者是 本身的社會 其他社會文化條件去影響 可能不同族群的 犯罪情況 問題的情況下 我們該怎麼去看待 演算法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 演算法做出的決策 你可以 我不太懂你想要問什麼 就是 一句話 一句話就是說 如果說 就是數學這個東西 算出來的東西 只是在複製我們過去的偏見 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看待這個東西的運用 因為其實數學在處理 因為其實數學在處理 我有另外一篇連結可以給你看 就是數學在處理這篇 就是在處理這種偏見問題 好像是 數百年 數百年來就是它是個歷史原本 大家想要解決的事情好像 都數學模型想要嘗試解決的事情 可是它好像就是難以去做到的 就是 就是 像 像一些賽局理論 然後 賽局理論 它在處理一些比較特定偏誤的事情 然後 太 它對 過於刁鑽的問題 它可能是很難去解決的 這件事情好像 它沒有上面有個證明 可是 在長久歷史 數學 眼睛下來 它好像一直都是 它可能一段時間 它可以提出這個解決方案 可是 後來 然後又有其他人證明說 這個解決方案又是有錯的 這好像是一個幾百年來的論證 不好意思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可能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就是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說 我們過去傳統在看再範率的時候 會使用很多 量表 那個量表當然也是一些統計的方法 去取得出來的東西 但那個東西其實我們前面是架構在一個 理論上 就是一個價值理論上 認為我們應該看什麼看什麼 然後去 再基於因素分析下去 去畫一個量表出來 那如果今天我們改成像Compass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是經由很多的 就本身我前面沒有預設一個 一個理論基礎 然後是用比較 比較大數據什麼的方式 去得出一個自動化決策結論 那這兩者之間 的差別 其實我有點難判斷他到底 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對 對當事人的侵害程度會比較小 就是想問你有這方面 有看過這方面相關的資料或想法 用統計的量表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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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用大數據保護型出來的東西 這兩樣東西 也很差別 我覺得 the new world Nego X7就是一種 如果你把它當一種 線性回歸的方法 那其實它就是一種統計的方法 只是它用了更多的Permit 來去描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可是 你說的信賴程度 我覺得是一個 因為 像是 我講 如果你用 AI與醫療 Permit上面來說 這種事情就會牽扯到 一個醫生跟你講 你可能明天會死 或者是 一個 AI模型跟你講 你明天會死 你覺得 這件事情 哪個你會比較多去相信 這是 這真的是 挑戰人類就是 就是 就是不同的人 他可能會不同的思考 他一個人 到底會相信 職人還是機器人 這個是 我相信每個人價值觀 會不太一樣 然後 你說統計 或是模型 然後我覺得 這兩個其實是 差不多的 就是它是一個 技術上的眼鏡 就是你 我相信 就是你用 我們的深層neural network 算出來的 一定會比 傳統的統計方法 還要 更能 描述 一些事情的 嗯 我們再 快速 沒辦法 因為下一個議程 已經就是 RS在遠距離 就是在等待要講 那你可以留一個 你的聯絡方式給大家 就是 有問題的話可以現在 聯絡方式 好好好 但 共筆應該可以問吧 喔好 那就請大家直接到那個 HKMB上面的那個 這一個議程的共筆 然後直接把問題留在上面 請教這就是 會後回覆 這樣子 謝謝